除了武则天 只有他敢穿龙袍 从歌集一到皇后 刘娥可谓是传奇呀 有时嫁给银匠 到东京便良谋生 但惊飘不易 被转慢给了赵衡 赵衡对刘娥一见钟情 两人天天在家贴贴 乳娘见庄便把此事告知了宋太宗 儿子 你这是被猪油蒙了心呢 老爸 爱情没有高低贵贱的 看到赵衡这么执着 宋太宗立马下令驱逐刘娥 并给他安排了婚室 赵衡一边含泪结婚 一边将刘娥藏了起来 宋太宗去世 这段十五年地下情终于可以见光了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随后 赵衡不仅把刘娥接到宫中 为他制作假简历 甚至想立他为后 但却遭到了袁公布的反对 赵衡便想了一招礼貌换太子 最终 刘娥成功登后 刘娥不仅能打理家务事 还能处理公司事 赵衡死后更是当了幕后CEO 这不妥妥的大女主剧本吗